谈诗外传著是噩噩直言无悔的样子。 白话重视的唯唯诺诺,不如一味正直是人的直言见证。 其实人主莫不欲得贤而用之, 而所用者不免于不孝, 莫不欲得奸而出之, 而所处者不免于罚贤。 若是者,赏罚之不当, 认识之所有也。 人主之所赏,非为其不可赏也, 必以为当义。 人主之所罪,非以为不可罚也, 必以为信义。 智不能见是非之理, 明不能查, 净论之言。 所认者不必知, 所用者不必忠, 不有赏钱罚报之明, 而有路能养奸之时, 此天下之道换也。 卷物识原子正书注释, 信过真确实。 净论逐渐渗透, 尹母为鸡酒而发生作用。 白化君主无不想得到贤财, 并任用他们。 但所任用的人中, 总是难免有不贤的人。 君主无不想抓住奸人而铲除他们。 但被铲除的人中, 总是难免有贤能的人。 像这种情况出现, 是因为赏罚之当委任官员不妥造成的。 君主所奖赏的, 并不是明知道的人不应该奖赏, 而偏要奖赏他, 一定自以为奖赏的是分恰当。 君主所惩罚的, 并不是明知道的人不该惩罚, 却偏要惩罚他, 一定是认为惩罚的恰到好处。 问题在于君主的智慧不能分点是非虚直。 其贤明的程度, 还不能够是别渐渐渗透的谈言。 所伟认的人就未必真有智慧。 所用的人未必忠诚。 所以虽然名义上是赏赐贤能而惩罚暴徒, 实际上却往往惩罚了贤者, 而不起了奸人。 这是天下的大幻雅二臣数一粒节七十一粮将不倦死一勾免。 烈士不悔劫以求生。 卷二十五位置上注释勾免勾切免于损害。 烈士有节气、有壮志的人。 白化粮将不会因为聚死亡而勾贴偷生。 有气节、壮志的人不会悔气节操以求活命。 七十二子喊曰我以不贪为宝, 或以欲为宝。 若你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 卷五春秋左世传中注释子喊乐戏子兴。 乐世,自子喊,是春秋时期宋伯的清, 于宋平宫时任思成, 故又称思成子喊。 白化子喊说,我把补贪看作宝物。 你把玉石看作宝物。 如果你把玉石送给我, 我们两人就都丧失了宝物。 倒不如个人保有自己的宝物。 七十三步就长者, 或欲令为开产业。 郑约史后世称为清白丽子孙, 依此遗之, 不义扣乎书卷二十三后汉书三注释部旧旧交旧有。 将者年纪大或辈分高的人。 白化旧有何长辈中有人选杨阳阵为子孙制, 但一些私人财产。 阳阳阵说让后世人称他们为清白官吏的子孙。 八十个留给他们不是很丰厚吗? 七十四量字表后主曰成都有丧八百株。 国前时务请, 自抵一时自幼于饶, 至于臣在外人, 无别调度, 随身一时, 欺养于官。 若死之日, 不始内有于国外有淫财, 亦附陛下, 其族如其所言。 卷二十七属之注释字表字上奏章。 国前平级的田, 有时也用以天称自己的田地, 调度争调赋税, 银财与财。 白化诸葛亮增向后主上调说 臣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 国前时务请, 家中自帝的衣食, 已有余裕。 至于臣在外任职, 没有争调其他财务赋税作为收入, 随身一时都依赖朝廷供给。 如果臣有一天死去, 不让家中有多余的不国家外有多余的财产, 依致不负陛下的庆证。 到诸葛亮去世的时候, 正像他所说的那样, 七十五周之北界有水, 明曰摊泉。 父老云迎赐水者, 是连世便捷。 隐之是渐进, 先至水所浊而隐之, 因父师曰古人云赐水, 依沙嫂怀仙经, 适时宜其影, 终当不义兴卷三十禁书, 下注是沙影。 以其伯夷和俗其的并称, 两人曾互相礼让王位。 物王发宙时, 伯夷与俗其曾叩马, 而建, 认为这样做事以报以报, 不可取。 后天下归周, 二人云为始, 亦不时周速, 于守阳山开为而, 时直至恶死。 白化广州的北部有一处泉水, 名叫滩泉。 当地父老传说, 饮了这个泉的水, 青莲的官员就会改变节操而贪污。 无影之刚踏入广州地界, 便先到滩泉去, 要水来喝并附施一首说古人说这里的泉水, 喝一口就会变成贪婪的小人。 假如让柏仪书书其这样的连结之事喝下, 他们绝不会改变自己的初心二境中七十六中辰不思, 私臣不忠旅正奉公臣子之节。 卷二十四号汉书四白化中臣没有私心, 有私心的臣子则不忠旅行正道奉公行事, 是作臣子的节操。 七十七君与吉之则为言, 与不吉则为行。 我友道则顺命, 无道则横命。 卷十二十记下注释为言由善言, 为行小心底行动善行, 恒命为命令。 白化如果国君问到自己, 就谨慎以发表自己的言论。 若是国君没询问自己, 就谨慎以做事, 修养自己的德行。 国君正令合乎正道时, 就服从命令去做。 国君正令不合乎正道时, 就不受其命而隐居起来。 七十八夫家生想法, 至乱所有心言。 人主所谓以生或不可生, 则人臣当臣所以以杀。 人主所谓以赏或不应赏, 则人臣当臣所以以罚。 然后, 至道至道上下必有脱文尔, 卷二十九经书上白化死生上罚。 这些处置的正确与否, 和国家的安定与动乱有着密切的关系。 君主说某人应该活命, 倘若不可以活命。 那么做人臣的就应臣数所以该杀的原因。 君主认为某人该奖赏, 倘若不该奖赏而该罚。 那么做人臣的就应臣数其所以该罚的道理。 然后才谈得上至某有道。 七十九忠臣之事君也。 言切之则不用其身为。 不切之则不可以明道。 不切之之言, 明主所欲其文。 忠臣之所以蒙四而结智也。 卷十七汉书五诸是 切直恳切率直。 蒙蒙受。 迎母位冒着顶着。 白化忠臣是奉君主。 言语恳切率直则不被信用。 还会危及自己的生命。 如果言语不切直又不能够阐明道理。 所以切直的话是英明的君主所急切希望听到的。 也是忠臣之所以冒着死罪而结中静致要表达的。 三卷剑八十臣致凡许或者也。 事亦扶此而争。 卷五春秋左诗转中注释福死丹愿舍弃生命。 争通争。 争剑。 白化臣下, 是为国君整治凡乱和解除迷惑的人。 因此要貌似去建征征规劝。 八十一夫不能建则君为, 不建则身带。 贤人君子, 不忍观赏之为, 而不爱身之带。 卷四十七, 正要论住是爱令其舍不得。 白化臣子不能建征, 君主就会有危险。 坚实敬险, 臣子自己就会有危险。 真正的贤人君子, 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君主处于危险之中, 因而不顾自身的为王。 八十二不约为而不实, 奸而不服, 则将奸用笔相扶之之道, 莫过于建议。 不子从命者, 不得为孝, 臣斗顺者, 不得为忠。 是以国之将心, 贵在界臣。 家之将胜, 贵在界子。 卷四十七正要顿白化因此, 孔子说君主遇到违禁, 而不去护食。 君主就要跌倒而不去搀扶。 那君主还要这样的臣子, 该什么呢? 而服食的方法, 没有比建征更好的了。 因此, 做儿子的如果之是一位听从父亲的话, 算不得是真正的孝。 做臣子的之是一位顺从君主的意思, 算不上是真正的忠。 因此, 国家将要兴旺, 未在有能够直言见征的大臣。 家庭将要兴旺, 未在有能够劝贱父母的孩子。 八十三, 若脱物以风欲, 为生生以言而不切, 不切则不改。 为正见之见可以补缺也。 卷四十七, 正要顿白话, 如果假借有一些事物来进行委外的劝贱, 言此引为不险而不能够切中要害。 不能切中要害, 就很难改正错误。 只有不畏强凌弱之言以劝贱, 才能补救君主的过失。 四举钱八十四国之所以不智者三不知用钱, 此其一也。 与己之用钱, 求不能得此其二也。 与己的钱不能尽, 此其三也。 卷三十六狮子白话国家不能得道治理, 有三方面的原因, 不知道推举任用钱得之人。 这是其一。 虽然知道任用钱人却求不到钱人。 这是其二。 虽然得到钱人却不能人尽其财。 这是其三。 八十五子墨子约经者王公大人为正于国家者, 皆欲国家之父人民之众行政之志。 然而不得是其不合也是在王公大人为正于国家者, 不能以上贤士能为正也。 是不过有贤士能为正于国家者, 不得国家之志后, 不大人之物将在于中贤而已。 卷三十四墨子注视物尽要的事情。 白话墨子说现在朝廷中从政的王公大臣, 都希望国家富强人口众多刑律政教都仅仅有条。 然而却不能如此。 这是什么缘故呢? 就其原因在于现在朝廷中从政的王公大臣, 不能把尊重贤才重用有德能的人作为执政方略。 国家拥有的贤良知识愈多。 那么国家的事化就愈深厚。 所以大臣们的要务, 就在于是贤才愈来愈多而已。 八十六谷者取是诸侯最共。 校武之是俊举校联又由贤良文学之选。 于是明臣背出,文物并清。 看之的人,数禄而已。 卷二十三后汉书三度四岁, 共古代诸侯俊和定期向朝廷推荐人才的制度。 禄图进门禄。 白话古代选取是人。 要求诸侯定期向朝廷举建人才。 看武帝时,除各郡推举校联外。 另有贤良文学之士的选拔。 于是明臣背出,文制武功同时兴盛。 汉王朝获得人才,主要就是通过这几个方面。 八十七古之官人。 君责之于上,臣举之于下。 得其人有赏,施其人有罚。 安的不求贤夫卷三十净书下白话古时后, 任用官员。 君主在上面提出选拔的要求。 臣子在下面保举推荐。 所举荐的人得当,就想赏举荐者。 所举荐的人失当,就处罚举荐者。 这样臣子们能不去访求贤人吗? 八十八官者无官粮。 邪门起义。 朝廷不择贤,正路塞矣。 所谓择贤,使之相举也。 所谓官粮,使之相保也。 贤不举则有救,报不信义有罚。 有罚则有私,莫不从也。 以求其财,焉。 卷三十净书下白话,选任官员不严格把官。 不正之门就会开启。 朝廷不求取贤人,入室的正道,就会阻塞。 所谓求取贤人,就是让官员递相举荐。 所谓从严罢官,就是让保举人和被贤人互相担保。 贤人得不到推荐,官员就有罪过。 据贤不时,官员也要受罚。 有了处罚,就会让负责的官员有恐惧之心,因而能够尽力求贤。 参贵得以上到八十九创约观乎天文。 以查十遍。 观乎人文,以化成下。 卷一周一白话创传说观察天象。 可以知小四季的变化规律。 观察社会的人文现象,可以推行教化而实现天下大智。 九十天地以顺动,不日月不过,而四十不特。 圣人以顺动,则刑罚轻而明伏。 欲知十亿大以灾卷,一周一注视,顺动顺应事物,故有的规律而运动。 欲卦昏下阵,赏昏为顺,阵为动。 白话天地,顺应自然规律而动。 所以日月运行不会湿度。 四季轮转没有误差。 圣人能够顺应人的天性而动,则刑罚清楚简单。 万名服从。 欲卦所蕴含的顺天而动的毅力是多么的深远光大啊! 九十一,昏,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得,方,寒,万物而化光。 昏到其顺乎,成天而实行。 卷,卷,一周一注视,化光德,化广大的意思。 白话昏卦六遥皆,英,至柔,但亦有所动变显示出刚鉴的特性。 他的形态是致敬的,但具有方正的德性。 寒让万物而得化广大。 昏道是如此的柔顺。 他总是顺承着天道而平。 随着时节运转不齐。 九十二辅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名。 与四时合其旭,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福为,后天而奉天时。 卷,一周一注视和福和相同。 白话圣明之人。 他的道德像天地一样附在万物。 他的圣明如同日月一样普照万物。 他诗里正是像四时一样竟然有序。 他是人的骑凶或福如红鬼神一样奥妙无穷。 他若在天时之前行事,天不违背他。 若在天时之后行事,也能奉顺天道运行的规律。 九十三字曰天之所注者,顺也。 人之所注者,性也。 吕性似乎,顺,是己自天又知,即无无理。 卷,一周一百话。 孔子说上天所辅助的是能够顺从正道的人。 人类所辅助的是堵守成性的人。 按照成性的要求去做事。 而时刻不忘记顺从天地之道的人。 能够从上天得到保佑。 即祥而无无理。 九十四夫道以仁之难为义也。 是不曾子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 父母悟之,聚而无久。 然则爱与恶,其余成孝无则也。 是曰君轻而敬之,至敬以训。 冒而书之,尽无愿。 然则心语书,其余成中无则也。 孔子曰自余于引。 瓜之中,知己而不知。 然,以善费而,不亦以取回。 国欲之行也。 然则心语废,其余成善无则也。 屈侯父曰贤者,亦之,也。 观其父之所,分。 达之所尽,穷之所不取。 然则穷语达,其余成贤无则也。 是故爱恶心疏,费心穷达,皆何以成义。 卷三十六诗子注释,就则怪则备。 无则不用挑选,没有区别。 诗字子于春秋为伯代夫。 一生为伯见贤世间,死后由陈诗一见。 以其致诚感动魏陵宫。 寻先虚公顺。 冒通妙。 心事。 饮瓜半尺矫正。 本为矫正竹目写许的工具。 柔取教饮,正方称瓜。 意义忧于不乐貌。 徐博裕春秋十位博人,是一位求敬慎,且并善于改过的贤大夫。 屈侯辅占博人,其生平不详。 白话若寻着道义来做事,就能使那些别人觉得困难的事情变得容易。 曾子说父母疼爱自己,心里高兴而不忘父母恩德。 父母讨厌自己,则借甚恐惧不惹父母生气。 既然如此。 那么无论父母喜欢还是讨厌自己。 对于自己成就孝心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是说君王清敬自己,就礼敬而恭顺。 君王疏远自己,就恭敬而无怨。 既然如此。 那么无论君王清敬还是疏远自己。 对于自己成就忠成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恐怖此说在自我矫正中感到快乐。 严格要求自己而不苛求别人,有才德而被废致不用,却能不欲欲寡欢。 这就是贤人取博欲的德行。 既然如此。 那么无论被举用还是被弃致。 对于自己要得行善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虚侯父说是否贤得很容易辨别。 只要观察他富裕时如何分配财富。 发达时举见什么样的人。 穷困时如何拒绝外面的诱惑。 既然如此。 那么无论穷困与发达。 对于自己成就贤得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无论别人对我们喜爱还是厌恶清静或是疏远。 还是自己人生衰败性旺。 或是穷困发达。 都可以成就自己的大义。 九十五君子不与人之谋则异。 若与人谋之,则非道无有也。 不君子之谋,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见寿也。 能必忠,而不能必入也。 能必性,而不能必见性也。 君子非然者,不忽之于词,而失之于行。 不非非者行事,而恶恶者行善,而道欲矣。 卷三十一欲子注视之谋欲子通行本作谋之。 见受,被接纳,被接受。 入接受采纳。 人欲子通行本作人。 白话君子不为人出谋刺则已。 如果为人谋划,就一定会依循道义。 所以君子的谋则,一定能做到尊从道义。 但不一定会被人接受。 一定能做到尽忠无私,但不一定会被人采纳。 君子指正他人,不表露于言辞,而是体现于行动。 所以要指出事情错误,就自己去把正确的做出来。 厌恶恶行,就自己努力行善来于衣补救和感化。 这样一来,道理自然就当浅了。 九十六项曰地中生,穆。 生,君子以圣德,积小义成高大。 卷义周义注释,慎尊循一顺。 白话相传说树木生于一中,是成长上升的象征。 君子因此遵寻道德,从积累小善做起。 以至成就高尚的德行。 九十七帝者贵其德也。 王者尚其义也。 霸者拓拓作通于礼也。 道侠,然后认智。 德博,然后认刑。 明、浅,然后认查。 卷三十五文字白话称君主为帝是重视其美德。 称君主为王室,称上其正义。称君主为大则是因为他通小势理。 道德天侠了才凭借制谋,恩德无后了才凭借刑罚。 圣明不足了才凭借喝茶。凭借制谋刑罚喝茶,会开生不同的弊端。 有十八天有时以有才。 能与人共之者,人也。 人之所在,天下归之。 面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换,寄人之急者。 得也。 得之所在,天下归之。 女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 亦也。 亦之所在,天下归之。 凡人恶死而乐生,好的而归利。 能生利者,道也。 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卷三十一六淘白画篇,有四十地有财富。 能和人民共同享用,就是人爱。 实施人爱者,天下人就归负他。 使人民免遭死亡解除人民的困难,救助人民的灾患。 这些就是恩德。 往事恩德者,天下人就归顺他。 和人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就是义。 见情道义者,天下人就归负他。 所有的人都害怕死亡而乐于生存,喜欢得到好处和利益。 能使天下人都获得利益的。 就是道。 有道者,天下人就归负他。 九十九,文王问太公曰,先圣之道,可得文乎太公曰,义圣御则昌。 御圣御则王,敬圣带则吉,戴圣敬则灭。 故义圣带者王,戴圣敬者王。 卷三十一六,韬著是,戴具贤文之译。 词带字以当作语,译文按语字翻译。 白话文王,问太公先世的圣人,知道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太公达道义,胜过思语。 国家就会昌圣,思语胜过道义。 国家就会衰亡。 敬圣圣过戴曼,则诸是吉祥。 戴曼圣过敬圣,则工业毁灭。 所以道义圣过思语者,可依统治国家。 戴曼圣过敬圣者,就会灭亡。 一灵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卷四十三说愿白话道德仁义落实之后,天下便自然归于正道。 一灵一,有道一理之,法虽少足以至矣。 无道义灵之,命虽众足以乱矣。 卷三十五文字诸是礼制礼。 灵间是天灵。 寅母为统治治理。 命正令。 白话遵循道来治理天下,法规虽少,却足以使天下太平安定。 不遵循道来统治天下,命令虽然众多,却只能使天下混乱。 一灵二天返时为灾寒数一节。 地返物为优,群物施性。 明返德为乱,乱则要灾生。 卷五,春秋左逝,转中白话上天,不按四时运行,就会发生灾害。 大地违反万物常性,就会发生妖异。 人民违反德意,就生出祸乱。 有了祸乱,就会发生灾害和怪异。 二孝体一零三夫孝敬仁义,拜行之首,而立身之本也。 孝敬则宗族安之,仁义则相党众之。 此情成于,内,明注于外者矣。 卷二十六位置下注视相党同相相亲。 白话孝敬仁义,是各种品性当中最重要的。 也是为人处事的根本。 能孝敬则家族内部,就会安定。 有人义,则会受到相亲们的尊重。 这就是德行养成于自身,好的名声,就会献羊在外了。 一零四夫人为子之道。 莫大于宝身全行,一线父母,卷二十六位置下注视宝身真喜身躯。 全行品性完美无缺。 白话为人子之道。 没有比爱其自己的身体,保持良好的品性。 从而让父母因子女贤德而得到荣耀更重要的乐。 一零五增子曰孝子之养老。 乐其耳目,安其倾处,以其饮食中养之。 父母之所爱以爱之,父母之所敬以敬之。 卷七里记住室中养至尽心曾经奉养父母。 不仅仅是照顾父母的身体而已。 白话曾子说孝子奉养父母。 竟被理了已使父母的耳目逾越。 要使父母的清除起居安逝。 对于饮食各方面,都要尽心仔细地照料和侍奉。 父母所钟爱的自己也应钟爱。 父母所恭敬的自己也恭敬。 一零六人之事听也。 不去乎父母之策。 不倦乎劳辱之事。 为父母之所言也。 为父母之所欲也。 于其体之不安,则不能请。 于其之不保,则不能食。 滋滋为此,以美其身。 卷四十五昌言注释劳辱有劳苦。 一指劳苦之事。 同餐。 滋滋情面,不切待。 白话人自是凤双清, 不离开父母的身旁。 不厌烦劳苦之事。 恭恭敬敬听从父母的话不违背。 体恤父母的需要尽力释奉。 父母身体不安,自己就无法安睡。 父母没吃饱,自己就无法进食。 情面,不切于此。 终身不改。 一零七吏已将其吏, 竟已入其中。 诗。 严肃心夜内无天天。 卫儿所生。 不耻其轻,君子之笑也。 卷三十五增子注释心起身。 天羞入。 白话尊照礼仪来尽力释奉父母。 要把恭敬融入尽小的真诚心里。 诗经小雅小愿说, 造起晚睡情分不屑。 无愧于生养你的父母。 说的是孝子一刻也不放松自己。 不让父母蒙受羞恥。 这是君子的笑。 一零八增子曰。 若夫慈爱恭敬安清阳明。 则闻命矣。 但问子从父之命。 可谓笑乎子曰。 是何言语。 是何言语习者。 天子有争将。 臣七人, 虽无道, 不识其天下。 七人者, 为大师, 为大师, 大宝, 大父, 左父, 右, 以前一后, 成。 为池王者, 师不为代。 诸侯有争辰无人, 虽无道, 不识其国。 大夫有争辰三人, 虽无道, 不识其家。 尊卑福善, 未闻其官。 是有争有, 则身不离于令, 明。 令, 善也。 是卑无尘, 不以贤有助义。 父有争子, 则身不欠于不义。 不当, 不义则争之。 从父之命。 有焉得为孝乎未取从父命, 善亦从善, 恶亦从恶, 而心有影。 喜得为孝乎眷旧, 有孝经注视安亲使父母安您。 孝养父母, 争空争, 争见威权, 令善美好。 白话曾此说关于慈爱公敬安亲阳您的道理。 学生, 已经听您讲过了。 请问为人子的一切, 都听从父母的命令。 可以说是笑吗? 孝子说这是什么话? 这是什么话? 在古诗后, 天子有其为直言见争之臣。 即便天子无道, 还不会失掉其天下。 诸侯有物为直言见争之臣。 即便诸侯无道, 还不会失掉其国。 请大夫有三位直言见争之家臣。 即便大夫无道, 还不会失掉其家。 是人若有直言规选的朋友, 则自己不会失掉美好的名声。 如果父母有你道义, 劝劝自己改过的儿女, 自身就不会陷于无意。 所以, 面对父母领导朋友不合道义的思想言行, 应当要劝劝。 一位盲从父母的号令, 怎么能够称为笑呢? 一零九夫兄弟者。 左右手也。 替人将斗而断其右手。 而曰我必胜。 若是这可乎夫弃兄弟而不清, 天下其俗清之卷。 二十五位至上白话兄弟之间就向人的左右手。 比如有人将要打斗时, 却看断自己的右手。 反而说我一定能取胜。 像这样可能吗? 抛弃亲兄弟而不清静。 天下人还有谁可以清静呢? 三人义一一零所谓人者。 爱人者也。 爱人父母之行也。 为您父母, 故能心天下之力也。 所谓以者, 能变物理者也。 物的灵, 故能除天下之害也。 心力除害者, 则贤人之也也。 卷物时原子正书注是物理事物的道理规律。 白话所谓人, 就是爱人。 爱人, 是为人父母的品性。 能像父母一样爱护人名。 所以能心伴有利于天下百姓的事。 所谓以, 是能辨别事物的道理。 做事和情合理。 所以能为天下百姓消除灾害。 心力除害, 是贤人的事也。 依依依凡人, 所以贵于情受者。 依有人爱, 知相敬事也。 卷二十一, 后汉书一白话人, 必情受可贵的地方。 就是因为有人爱知心, 知道互相尊敬对待。 一一二, 人者行之宗, 忠者义之主也。 人不宜久, 忠不妄君, 行之高者也。 卷二十二, 后汉书二白话人后是德行的根本。 忠诚是道义的要素。 人后的人不会以气疏远不久。 忠诚的人不会忘记领导的恩德。 这是高尚的品性。 一一三周家中后, 人及草木, 故能内木于久族, 外尊是黄狗。 羊羊。 养老起颜, 亦成其福路, 烟。 郡三毛施柱是黄狗之年老的人。 狗, 老年人。 祈祈求请求。 白话周是王族忠后治国。 人爱燕及草木。 所以对内能使旧族和木。 对外能尊敬老人。 恭敬恭养老人并需心请教, 所以才积累了绵长的福报。 一一四, 圣人知于天下也。 你认为是门一四, 你真正的禁销。 你真正的禁销。